你 法官大人 你得快快 快快 别吵了 咋来了吗 这咋子 咋来了 现在法庭再次主持协调 请问双方是否有协调意义 我要是为协调 我就不上这儿来了 征地是为了全村的经济挖展 他们就应该舍小家为大家 凭啥呀 你说舍小家就舍小家 那是我家 你咋不舍你家呢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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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班长 我们曾经经历了要求个体 为了集体利益 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 现在社会在发展 我们的党和政府都越来越注意 保障个人权利 所以在2002年通过 并在2003年实施了农村土地承包法 这是为了维护土地承包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所以呢 被告的说法原告无法接受 你们不接受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收递这事啊 是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他们协议都签了 钱都给了 还给了不止一次 我也不知道怎么这搞来搞去 搞到这儿来了 是不是 你早知道今天 那当时早干嘛了 会上不答应啊 我们后来已经改了呀 并且已经告诉你们了 就是因为老蔡那六万块钱的事 而且他们 而且他们还把我们土地给损坏了 这钱你们得赔 你们要是不赔 那弟我们就不出让了 我们就该种菜种菜 你们还要上哪儿盖房子去 上哪儿盖房子去 你们强证力你们还有理了 法官你早就该敲他 你听见了吧 他自己说的 是后来又改了 是因为那六万块钱的事 对吧 一次次地要钱 一次次地要钱 没完没了呢 这叫玉玉和南田 你知道吗 玉玉和南田 我特别越说越生气 就他们老王家 在万家庄 万家人对他们家怎么样 大家信不得清楚吧 怎么这这白米干饭 还养出狼来了 就对这种 没有契约精神的人 咱们还跟他们闲扯什么呀 关系 你看 法官 我非常非常地理解你 大家都挺忙的 你就该怎么判怎么判 想怎么判怎么判 判判判 我没有理反着 该怎么判怎么判 行 范 法官没问你 你不要说话 哦 哦 哦 我方提醒法庭注意 被告既不提出证据 也不郑重辩论 还言出不逊 这表现了被告方 这祸是哪儿的 对法庭的蔑视 以及对法官的不尊重 被告方的这种态度 应该在裁决中 遗予考虑 法官同志 村里会建成 征王家的地义 也是迫不得已 原因给大家解释过了 而且啊 也做了先进的补偿 关于他们说的 六外环节的事 理由并不充分 我方并不认同 其次 他们提到的 施工毁掉大航的事 因为集团一再口头 告知他们尽快清除地上物 他们拒不执行 我方认为 责任也在原告方 希望王家 以全体村民的利益为主 支持村里的工作 如果王家 执意坚持自己的主张 那就只能请法庭判了 听见了 听见了 这叫律师 说话有理有据的 那人说话都不张嘴 还当律师了 太逗了 跑快 赶紧判 判就判 我没有理啊 我怕谁啊 第一 进来啊 快快快 停 咱家的地没了 怎么了 你进来 咱家的地没了 快来 你快去 第一个 第一个 你带什么来啊 第一个 你这是我爸妈 那个 法官 怎么 怎么了 法官大人 你得快 快 别跑了 别跑了 咋来了 妈 这到底咋来了 咋来了 咋来了 罚警 把你先带出去 先带出去 这怎么来了 先带出去 快去吧 法官 这原告都走了 咱们聊吗 休庭吧 爸 你咋过去看 不是 不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地 地没了 地让他们给毁了 怎么 怎么毁了啊 退出去 缠出去 都到了 都给缠了 走走走走 到我的菜呢 我中的菜呢 还你的菜呢 地都没了 哪有你的菜啊 挖得这么大一根 都开始打地基了 快去看看吧 那法庭还没判的 他凭啥缠咱家地啊 我去找他们去 幸福兄 现在休庭了 再这么闹下去 咱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样 你们先回家 相信我 我来处理 管理事 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秦苑 走 我们去现场看看 哦 先回去啊 哦 李公恩好 好 沈桃 你说王家过去 在村里挨欺负 一直是你护着他们 这回这到底是 咋回事啊 你说你收了人家的地 踢了人家的人 还不给人家赔偿 现在没等判 就把人家地给推了 你这是往死路上逼人家 谁让他们招呼也不打 就找律师告集体 我要不压押他们的念头 那别人跟着起哄 我怎么办 他们家有特殊情况 谁的情况不特殊 不是 那你也应该 好好跟人家说呀 你强推人家的地干吗呀 这件事情啊 传家他们做得确实是不对 刚才我也把他们都给骂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传家心急 这是为了集体利益 集体发展好了 整个外家庄都受益 包括他老皇家 我这给他这教训也没什么 那现在咋办 你就不打算管了 那倒不是 那我还真成了土匪了 实际 他们家的损失 集团负责赔偿 同时 他们与经销上的六万块钱 我也认了 然后我再想办法 从集体的土地上找一块地补偿他 但是有个前提 他们不能再阻碍事故 你看我就跟他们说 这个万董事长呢 人霸道点 但是他是个讲理的人 他不会胡来的 你看 这吴法官呢 还担心没法跟你沟通 我觉得他多虑了 他一点都不多虑 他来了我都不见他 我有律师 这也就是你来了 我不能拿我兄弟的事 不当回事吧 我觉得善唐说的是可信的 一开始咱们不就是 为点钱吗 现在问题解决了 也就没事了 对吧 李叔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那是因为我们要告他们 所以他们才好好来谈的 那之前他们退三组四的 要不是为这 庆来也不至于受伤 我公公也不至于吐血 反正现在也已经开庭了 那不如就拿到法庭上 当着法官的面一块说 那咱们这私底下说悄悄话 那回头我们撤诉了 他们不认了 咋办 要不这么着吧 这事啊 你就不用管了 关律师 那要是我们撤诉的话 那之前孙李做的那些事 那还有个对错的评判吗 要是撤诉了 那就是私下和解 那就没有对错了 那之前孙李做的那些事 要是撤诉了 那就是私下和解 万书记都答应了 该赔的都赔 那我们也没啥损失了 那 那我们还告啥呀 就是就是就是 就那个就这样吧 你看咱农村人过日子 前想几步后想几步 法官也同意了 万书记也同意了 你看人家李公安 跑来跑去 他太累着你了 就按理公安的来吧 不是 妈 咱们要是真撤诉了 那村里 不会认为他有错 那反而 没准就更觉得 咱们真是拿地讹他们了 这事不对啊 错了不是在嘴上 书记已经答应了 要给咱们赔偿 这就说明 咱们是对的 村里是错的 是 咱们一开始 确实是想要个赔偿 但咱们也想要争一口气 得有个对错吧 那这事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了了